老欢迎每日一打回答一下这我们的养花问题啊 第一个话题就很有意思 这个是结的种子吗 然后就这样了 你都耗不下来了 你让我怎么判断 但是呢像锈针椰子长大了确实是可以结种子的 正好呢体态特征也跟您发的这个差不多 应该就是了 至于能不能种出来这个就自己试试吧 应该是能种出来 好 看下一个宝 我养的锈球昨天还好好的 然后喷了点阿维丁丛米 今天就变这样了 这都缺水了吧 这跟你喷药没关系啊 你看下面干邦邦的 很硬了该浇水了 你管管喷药什么事啊 你又打个比方说 你昨天喝了点茅台 哎呦你今天早上起来以后你觉得肚子疼 然后跟喝茅台有关系吗 不一定吧 你可能是饿着肚子疼 所以说这也是那个道理好吧 该浇水了姐姐得浇水 你管那些呢 干嘛呢看一下这门制止花咋的了 咱们制止花长时间的一个缺光 然后有点冷好吧 你像养制止花咱们北方最难熬的就是冬天 冬天的时候光照又不好 那你养它肯定就要挂了 所以说呢一定一定要给出光照 不论是什么样的条件 冷一点也好热一点也好 光照只要给出了问题都不大 出现这种黄叶子呢 是缺过水 或者是正常的新陈代谢 别的没上 这样测宝 我又来问问题了 已经经过小冬月季都不动了 现在春天在上面顶了个芒芽 还没长出来 哪知道是芒芽 浇水略微控制一下 一定要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然后光照要给足 如果说等这个芽子抽出来了 长势恢复正常了 适当的来点薄肥 慢慢的加肥就行了 看不出来是不是芒芽 现在就打个比方说一样 是吧 那个谁还怀着孕呢 才七个月 你让我看看这男的女的 昨天换了泥碳土 发现根系不好了 现在也没浇水 油温天的 这个操作 这个花基本上是并入高框了 能活呢 咱们就放个泡 不能活呢 咱也放个泡 给它送走吧 你都这种情况了 你还抱什么希望 都死马当活马医的时候了吧 老一看看 我的秀就是一样怎么了 这是 就是有一点点水大缺光的意思 别的没傻 好了 希望花儿没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有其他问题可以视频来源 我老花一 两花就在一 嘿 白了